2020年12月10日,宇宙扬生过程,我们的合一之旅,作者Jeff Street。 人类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扬生事件之中,实际上,所有创造都正在发生大规模的跨维度转变,随着意识的提高,感知能力的增强和表现的加快,地球正在经历这种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只是整个宇宙持续在进行的整个扬生过程的一小方面。 宇宙扬生过程是在宇宙意识的多维结构内运行的基本进化动力,与现实创造的规律和机制一起,代表了现实和存在的三个绝对基础要素。 宇宇宙的扬生过程已经被讨论了很长时间了,并且常常被误解或简化。 扬生并不是要走到更高的位置,而是要获得更高的意识水平并与更高水平的自我重新融合,并最终与最高自我完全融合,而不仅仅是源头意识。 宇宙扬生过程 扬生是宇宙的核心动力,如果不认识到宇宙就是意识以及理解意识是如何构成的的话,就无法理解扬生。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吧。 一切都是能量,一切都是思想。 在我们的身体感知中,可见和不可见的所有事物,包括物质,都只是能量的模式,宇宙是一个能量领域,这没什么好质疑的。 这个能量领域是有意识的,它如何成为这样子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子仍然是一个谜。 但是意识仍然是宇宙的基本内容,其他所有东西都只是衍生的,正如当代科学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我们的意识不是我们物理大脑的产物,它是宇宙意识的线。 宇宙中只有一种意识,它是我们每个意识的源头。 现实的本质 我们感知和体验到的现实并不是我们的物理感觉和分析思维所得出的客观事实,它更类似于一个非常清晰的连贯梦境。 我们存在于心灵图景中,那是由宇宙心灵的思想创造的巨大概念空间。 我们是意识宇宙的焦点,每个人都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感知并体验着这一巨大概念空间的一小部分。 我们认为的现实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伟大的概念空间中存在着多个存在领域和多个现实层面,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真是太神奇了。 自我的本质 许多人相信自我就是他们的所有,以肉体和身心来辨认的自我,只是你们真实自我的短暂碎片,真正的自我是你们的意识,它是宇宙意识的线。 而且,你们的意识被组织成多层次的形式,每一层都是下层所有部分的组合,你们是多维存在,并且你们自己的每个层次都在努力与它的源头相聚,这就是扬升过程。 意识中最直接的上层就是灵魂,你们的灵魂是宇宙意识的一个个性化的面向,它具有自己的认识重点,而本地记忆则在能量领域内累积和存储你们的所有体验以及从中得出的理解。 你们的灵魂之所以被创造并与你们的身体相连,是因为物理存在不同于非物理领域中的任何事物,并且提供了高度形成性的体验,极大地促进了灵魂的进化和扬升。 宇宙意识的多层次结构 你们的灵魂是宇宙意识的多层次复合结构的一部分,正如我在多维自我,灵魂,超灵和更高自我, 在我的真正面目一文中深入解释的那样,源头意识通过分裂的过程在自身内部创造了许多自我,它把意识细分为多个意识点,每个意识点都有自己的局部记忆,从而创造了意识的各个子线程,本质上来说是子自我。 细分过程的主要机制是降低频率,通过减少能量的一部分频率,源头在它的意识内创造了不同的区域,频率差异是子自我显得与母自我截然不同和分离的原因之一,也是理解宇宙扬升过程的关键因素。 意识自我细分的能力是一种普遍的能力,无论意识的各个层次,每个子自我,无论其水平如何,都可以把自身从母自我细分为许多的子自我。 这种细分过程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形成了深深的母子加系,也就是一个巨大的子自我分支数,全都存在于一的自我当中。 一组子自我的母自我可以被认为是他们的高我,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合自我,因为一个母自我的所有子自我实际上只是这个母自我的各个方面或一部分。 最终,母自我是所有子自我的所有体验和理解的总和。 请记住,子自我只是感知能量的一种模式,它的频率低于它的母自我,子自我的能量模式叠加在它的母自我的能量模式上。 换句话说,子自身能量模式是它的母自我的更高频率能量模式,因此,确确实实地说, 你们所归属于其中的所有更高级别的意识,那个自我都存在于你们的内在,你们也在它们之内,因为它们都是简单的能量模式,它们以不同的频率相互叠加。 意识的多层次划分结构代表了源头意识扩展的大规模并行进化策略。 源头是一颗巨大的子自我树的所有体验和理解的总和。 最终,每个自我,每个生命都是源头自我意识的一的自我的一部分,并且它通过我们的所有体验正在扩展它对自身及其存在的本质的理解。 灵魂之旅,灵性的进化与扬生 在意识术的任何层面上驱动所有自我,所有存有的根本动力是渴望在灵性上进化并与它们的源头重聚。 一个存有的意识状态,它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它的原则,理想和价值观与它的能量的频率相关。 一个存有所具有的体验驱动住它的意识的进化,并且随住它的进化,它会扬生到更高的意识和频率水平。 你们的灵魂在意识的多层次结构中接近堆栈的底部,灵魂存在于足够接近物理频带的频率水平上,因此它可以连接到肉体。 肉体生活提供了深刻而高度形成性的体验,为你们的灵魂提供了快速灵性进化的难得机会。 每个灵魂都是通过一系列肉体生活中多次学习的明显线性过程而进化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对此的线性概念是错误的。 所有这些生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时发生的。 我们对转世作为一个顺序过程的误解是基于我们对时间的本质的误解和我们对自我的多为本质的缺乏理解。 归因于你们的灵魂的许多生命实际上是一组相关灵魂的平行生命,所有的灵魂都是你们灵魂母自我的孩子,一种被称为超灵的自我。 你们的超灵把自己细分为许多灵魂,它的特定目的是从许多平行的人生旅程中收集丰富的肉体体验。 从这些旅程中获得的理解让你们的超灵和自身的每一个更高层次变得更加丰富,并让它越来越接近于完全调和于他们的最高自我,也就是一的自我,源头意识。 更高的自我,更广泛的自我,一的自我。 你们的超灵是你们灵魂最直接的高级自我,但也可以被认为是你们的更广泛的自我,因为你们的超灵是你们和它所生的所有其他灵魂的综合体。 而且,如果你们采用超灵的观点,你们甚至可以把由此产生的其他灵魂视为你们的其他自我,而且,你们可以把这一想法更进一步地延伸。 如果你们采用自己的最高自我的观点,也就是一的自我,那么在一个自我中创造的所有子自我,无论处于何种水平,都可以视为其他自我。 确切地说,我们都是一。 灵魂的子现成可能的自我 一个显为人知的,令人震惊的例子是,意识和存在的各个层面都在利用最大化并行的策略来最大化它的灵性进化,这是你们的灵魂完全不为你们所知的方面,你们的灵魂不仅要体验自己选择所定义的一条人生道路,而且还要体验每一种可能的人生道路变化并并行进行。 你们的灵魂实际上正在探索生命可能展现的所有可能方式,在你们人生道路上的每个决策中,无论有任何重要意义,你们的灵魂都会创造意识的两个子现成,并使用它们来跟随体验的两个分支。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你们的灵魂都有大量的自自我,在许多平行的生命道路变异中导航,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了自身及其所有更高水平的自我的增长潜力。 你们是一个多层次,多层面的存有,通过在许多现实,领域和时间线中的并发旅程,你们获得了丰富的体验和理解,这些体验和知识正在丰富每个自我层面。 扬生与合一过程 灵魂之旅涉及的不仅仅是灵魂,还涉及到生命和自我的各个层面,旅程是与我们的源头重新融合的进化过程,所有的存有都在不断地进化,直到他们与一的自我合一,并与他们的源头,与上帝合而为一,我们的源头设计了把自身分裂和分化的过程 作为一种探索自身本质及其存在的策略,他从许多子自我中获得的体验和理解正在以指数速度扩展他对自身的理解,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体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理解都不会完全吸收到自我的下一个更高的层次,直到我们与下一个层次进行有利的整合。 当给定水平的自我进化他的意识水平时,他也在增加他的频率,从而让他越来越接近其下一个更高水平的自我母自我的频率。 当他的频率扬生到足以匹配他的母自我的频率时,就可以实现完全重新整合,并完成与母自我的合一了。 当每个子自我与母自我重新融合时,子自我的所有体验和理解都与母自我充分融合,当所有子自我重新融合时,母自我的意识和频率就会提高,从而让他越来越接近与母自我重新融合的状态。 这一过程不断累积,直到最终所有的自我水平和所有子自我都重新融入了自己的最高自我,而不仅仅是源头意识,一的自我,分化每分裂与合一的循环。 这是宇宙的扬生过程,它分为两个阶段,分化与合一,在分化阶段,源头通过使用多极细分过程把自己分为许多子自我,把自身展开为一个巨大的倒置的树状存在结构,这为合一阶段启动了大规模的自我发现和为合一过程奠定了基础。 合一过程从下至上进行,巨大的倒置的存在树从存在的最低层开始,从树的叶子和我们化身的肉体自我开始逐渐回收,并朝住树的根基和最高的意识水平前进。 当每个级别的自我与母自我重新整合时,它又驱使它的母自我与在上级的母自我进行合一,这个过程在每个连续的层次上进行了细化,最终实现了我们与一,与源头的完全合一。 这是我们走向合一的旅程,这是我们的源头驻守扩展自身的基本动力,这是一个自我分化和合一的伟大过程,一的自我已重复了多次了,以扩展它对自我和存在的理解。 法国哲学家Henry Berkson在讲以下内容时无意间抓住了这一过程的本质,存在就是改变,改变就是成熟,成熟就是不断地创造自我,合一是每个存在水平都在努力追求的状态,而对合一的渴望直接来自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个一,一级是全,全级是一。 2020年12月10日,大脚星人理事会,与外星人全面接触的时代,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马克兔文。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与外星生命进行更多接触了,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很清楚指的是那些觉醒的人,尽管大多数人类还没准备好与更多的外星人接触,但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拥有别人没有的经历, 你不必等到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才能登上宇宙飞船与外星人会面,或是和他们一起环游银河系,银河系是你探索的对象,你的现实是你自己创造和校准的。 也没有人会为你这么做,没有人能决定你经历什么,不经历什么,那是你的领域,我们想鼓励你成为真正的梦想家,成为你天生的创造者,成为能够带领人类进入地球人与外星人全面接触时代的人。 你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开拓者,你可以摆脱奴役,你可以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你可以摆脱第三维度人类的局限。 现在已经不是去等着外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代了,现在已经不是了,你已经被赋予了在你拥有的蓝图和合约之外进行创造的能力了, 你觉醒了,你意识到你能够超越第三和第四维度的限制,因为人类需要更多的第五维度能量存在于地球上,而你就是将它固定下来的人,如果不是你,那是谁? 我们想知道,你愿意去探索把大多数人下的魂不附体的事情,必须成为引导人类扩展和扬生的人,这就是你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的方法,而不是等待事情的发生,这不是要你去相信一些人对现实和幕后真相的看法。 巨变始于你们,始于那些在稠密而脆弱的人类身体中的伟大灵魂,因为你们已经准备好去领导了,你们已经准备好带领人类进入一个与外星人全面接触的时代了,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并不孤单,还有许多其他生命和团体想要引导你们走进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丰扰的时代,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0年12月10日,卯素星人,形体的改变及来自外星的观察者,传导巴巴拉玛西尼亚克, 当你们的意识开始学习如何控制创造其对现实进行调配与管理时,你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显现为任何一种形态,这对于你们这些圣光家族的成员来说会比较容易。 你们中那些已回忆起萨满教和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人会知道,美洲印第安人的教导之一就是关于如何进入各种不同的现实并改变形体,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民族的萨满那么受人尊崇,他们身上携带着基因编码,而且他们在这颗行星的总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他们掌握着魔法和秘密,使这套程序保持着活力,他们能够显现为动物的形体及其他多种形体和外貌,这确实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这门学问既然存在于这颗行星上,也就必然存在于这颗行星之外。 地球目前是各种事情发生之地,是一个无法绕过的神经痛点,它被编码以助手进行自身的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限于在美国改变生活方式,它也是一种维度转换,将改变地球周围的整个太空。 很多外星人表现出了对生命形态的好奇心,他们知道如何重组自己的分子结构以便伪装成人类来到这颗行星上。 在动荡、喧嚣的转变时期,当不同维度可以相互融合与碰撞时,正如你们准备在地球上经历的,有大量能量体汇集于这里以参与这场盛大的演出。 这出大戏正在多个层面上演,不只是在三维,某种连锁反应正传播到所有存在及意识维度。 某些存有下降到地球上并呈现为人类的外表,或者利用进入这一现实的机会转生于这里以变见证事件。 你们会觉得有些人并非这颗行星本地的灵魂,也不像是来推翻这个体制的。 他们中的一些来到这里可能只是为了观察、分享、领悟,以便把信息带回他们自己那始终在进化的信息上。 一些聪慧的存有能够显现为人类形体并完美地扮演这个角色。 他们中有些人的记忆是完好无损的,但也有些人被遗忘的帷幕牢牢笼罩着。 来到这里的存有们不是都那么容易便能清楚地知晓自己在别处是谁。 这是由于那控制性的频率。 在以后的岁月中,你们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是呈现为人类形体的圣光家族成员。 这是人类种族进化框架和人类DNA重组计划中预先安排好的。 按照这项计划,每个人都将开启隐藏于自身之中的一个记忆库并回忆起自己是谁。 2020年12月10日,光知兄弟群体,远程能量疗愈是如何运作的? 传导莫妮克马修,译者卢颖。 问,当疗愈师进行远程能量疗愈时,那是怎么运作的? 这与我们的神性存有有关吗?是靠思想、意愿来进行的吗? 光知兄弟,当疗愈师实施远程疗愈时,如果他的意图是纯净的, 就会连接上他想帮助而不是治疗的那个人的多维肚体。 这是在圣爱中的深度连接,这种连接可能会伴有某些技术, 人性意识也靠技术来运作,但最重要的东西是在技术之外的, 那个疗愈过程是这样进行的,当一位真诚的疗愈师想要帮助另一个人时, 他把这个愿望、这股圣爱能量向着自己的那些更高层面提升上去, 你们只有在圣爱中才能帮到别人,否则绝无可能。 他的那些高层在无形中与他想帮助的那个人的高层产生共振, 于是就有了接触,如果那个人接受性很强,这帮助就会见效, 因为这疗愈可以被完全吸收,但假如那个人的振动与这帮助完全不协调, 疗愈就会无效,这与意识没有关系, 那个人可能意识不到提供给自己的帮助。 这疗愈是在人性意识之外进行的, 在圣爱中进行的帮助发生在高层多维肚体与高层多维肚体之间, 这不是在人性层面上进行的,而是在人的那些更高层面上进行的, 因而会产生奇异非凡的效果。 你们可以对自己所爱的人及很多人进行这种圣爱的帮助, 即使他们不知道这一点,意识不到这一点, 在有些人身上,这会产生巨大作用, 这帮助会被他们的多维肚体完全吸收, 但另一些人的多维肚体则会暗得多, 会拒绝这奉献圣爱的振动, 他们的自由意志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那么在这些人身上,疗愈就会无效或者几乎无效。 总的来说,真正的能量疗愈是圣爱的疗愈, 它可以用一些技术来启动, 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圣爱, 这圣爱不是情感的爱, 而是生华乐的爱。 你们要在自己内在启动这种不一样的爱, 并把它投射到那个应该接收它的人身上。 在一天当中, 人们会产生许多种爱并将其投射到自己所爱的人身上, 但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自己尚不熟悉的这种圣爱, 它还不在他们的人性意识中。 渐渐的,你们会有别的方式去投射圣爱, 感知圣爱,会有别的方式去爱, 这会随着你们自身的进化和振动频率的提高而实现。 我们的这个回答适用于所有疗愈师, 在能量的投射中是没有技术的, 你们可以依靠某一技术, 但真正的技术是领悟自己所发出的 并投射于自己想帮助的那个人身上的能量, 这会使你们对自己的投射能力 以及那个接收者的吸收能力 有不同于从前的认识。 2020年12月10日, 大天使乌烈尔, 十二十二门户, 激活无条件的爱, 传导Sanda Gabriel。 这是给圣心存有的消息, 在12月的第十二天的十二十二门户的时刻, 基督意识的纯金色光芒点燃了你们充满同情心 和爱的高等内心的神圣容器, 无条件的爱是为你们的觉醒意识 预先编码的印记, 如果仅从天使的角度看, 当人类大量下载锚定为地球而来的 神圣之爱的力量的基督的光时, 人类似乎成为了避雷针, 当你们的心敞开并愿意接受时, 与你们心的胸线脉轮的连接 会在十二十二门户开始被激活, 这个中心接受了神圣的女心意识, 并在你们的圣心的圣杯中 唤醒无条件的爱。 这项能力已根植于你们的身体, 已加速你们在12月21日冬至的进化过程, 尽管基督之光不是基督教的教义, 但与主耶稣的联系体现在他对彼此相爱的教导的 统一广阔光场内, 这种金色的光芒承载着纯粹的无条件之爱的下载, 以提升并支持你们在地球上的时光, 你们也可能会体验到内心的柔软, 让你们可以从更大的平衡处看待世界, 为你们的生活的每个领域带来更多的和平, 当不再有抵抗时, 你们可以向充满恩典的存在敞开, 并在存在的每个细胞中激发神性, 我们鼓励你们在12月12日这一天的12点花费12分钟, 邀请基督意识的金色光芒进入你们的内心, 用你们的祈祷和意图来铺平道路, 让你们的心疼飞, 当这种火焰被点燃时, 你们就不会像无条件之爱的连锁反应一样, 在你们的胸腺脉轮的神圣器皿中, 伪造出一个统一的模板了。 随着你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神圣女星的这种爱的能量会催化你们的细胞产生更高频率的光, 在12-12门户授权后, 每当你们掉入高等内心时, 对于你们自己和全人类来说, 都会有一种新的同情意识出现在你们的内心, 随着超然之心的光的释放, 以前未被开发的完整性水平得以打开, 以适应更高的能量频率, 高等内心能量系统的增强, 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自由, 让你们可以把无条件的神圣女性之爱锚定并整合到需要的世界中, 照亮你们存在的所有领域。 当你们超越所有即兴的感觉时, 你们内在的某个地方就把光明与黑暗融为了一体, 从而让一切都融入你们的人类形态中, 超越之心是一种扩展, 包括最大程度的神圣之光, 以及世界上似乎存在的黑暗, 我们不能假设一个不包含黑暗的超然现实, 而是要赋予新的神性水平, 以照亮超越所有边界的新存在领域。 在十二十二门户, 神圣之光的这个领域赋予你们的细胞功能, 以新的照耀力和生命力, 作为原始十二脸DNA蓝图的一部分, 内部自生系统的更新被唤醒, 新的水晶光体可以穿透物理外壳, 从内而外改变你们的世界, 欢欣鼓舞吧, 并让无条件之爱的领域在你们内在唤醒新的视野, 以迎接新的一年的冬至授权。 开悟的思想和心灵可以孕育一个新的扬生世界, 也称为水平坐时代, 一个充满神圣之爱的人可以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变化, 当你们在十二十二门户 与其他以心为中心的存有一起下载基督之光时, 会发生没有界限的奇迹。 我是超越之心, 唤醒了地球的新视野的乌烈尔, 我们正在为无条件的爱在所有存有的高等内心中扩展而开辟道路, 以感恩和明确的意图为你们自己做好准备, 这样,你们会在十二十二门户到来的时刻 被无条件的爱之光所带动, 把基督之光接收到你们超人之心的神圣容器中, 并把它接入这个世界。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是有福的, 就是这样。